下面要介紹的叫俄梅月 這是第一個是月亮 好他就是2013年7月11號 大概是初三的時候 晚上八點鐘 晚上八點多 然後在香港拍的 然後拍了兩個方式 拍了兩個方式 好 第一個就是連續的 連續的 這樣子做 好 好 再來就是有分段 分段 長這樣的月亮叫做俄梅月 俄梅月會出現在月頭或者是月末 剛過初一或者是快到初一 快到初一 好 考試的題目會問很多種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問你 我畫個月亮給你 請問你它是月頭的月亮還是月末的月亮 我問你它是在東升還是在西落 請問你我是清晨看到還是黃昏看到 就問這些問題 那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我什麼時候看到 好講過了 一個就是月頭初三 一個是月末 二十七都會說是俄梅月 俄梅月 好 來 第一個 邦網看到的是月頭 月初 上弦月是上半夜看到 月頭是靠近上弦月 所以是上半夜看到 所以是黃昏看到 月末呢是接近下弦月 下弦月是下半夜看到 所以是清晨看到 清晨看到的是月末 來 畫地球畫太陽 地球會轉 這是月頭的月亮 老師說升起落下連到地球寫個T 有升起有落下 有一半是白天有一半是晚上 所以右邊是白天左邊是晚上 就發現升起的時候看不見 為什麼升起看不見 白天啊 要晚上才看得見 黃昏才看得見對不對 所以黃昏看到的是月頭的月亮 月頭的月亮 就是初三 月末呢一樣連到地球寫個T 升起落下 那麼右邊是白天左邊是晚上 所以這個還在白天所以看不見 所以這個是晚上所以看得見 所以清晨看見的是月末 清晨看見的是月末 所以就知道我什麼時候看見 就知道月頭還是月末就知道了 然後呢西邊亮是月頭 因為上弦月西明東岸 然後呢東邊亮的是月末 因為下弦月東迷西岸 所以這裡有月亮月頭月末 來老師剛剛跟你講過了 台灣人是面哪一邊 面南邊 面南邊看 所以右邊是西邊 左邊是東邊所以照片這樣顯示 於是你就會判斷人家給你的圖 是月頭的還是月末的 是清晨看見還是黃昏看見 好那是正在東升還是正在西落 好 剛才的圖就知道東升還是西落 這表示正在怎樣 正在升起嘛 正在升起嘛 看來那個是正在落下嘛 你就知道正在西成還是正在東升 你就會 就受我們的俄梅月 俄梅月的判斷方式 你要死倍我也沒有意見 就靠近上弦是月頭 靠近下弦是月末 那就用這個來推論也可以 不管你什麼方法 希望你會懂得俄梅月的狀況